哈囉,各位好,我是Eric 哇,你看 後面現在已經有澎湖花火節的照片了 我現在人在台北的松山機場 待會準備搭機回澎湖了 待會就要帶你們實際操作一次搭機 從捷運出來之後你就會看到 右手邊這邊是國際線的第一行廈 待會再帶你們過去那邊晃一圈 左手邊這邊是國內線 第二行廈國內線 目前國內線就只有 立榮和華信兩間航空公司 所以你記得 攜帶你的身份證 一定要記得帶身份證 然後提前一小時 到國內線的櫃台這邊報到 那如果是國際線的朋友 像這邊有飛日本語田 那如果你是國際線的話要記得帶護照 然後最晚兩個小時以前報到 辦好報到之後 往前方這邊你就會看到 行李托運的櫃台 立榮和華信都是 在這個地方托運 這部分跟國際線比較不一樣 國際線通常都是 直接在你報到的櫃台 旁邊就會秤重行李 那國內線的話 他就分開變你要到後面這邊 找你的航空公司的 那個托運的櫃台辦理這樣 那國內線一般正常的情況之下 托運的線重是10公斤 國際線都是20 有的甚至會到30 長城線 那邊跟你們做個小提醒 套一句以前我們常愛帶團 當領隊的時候 大陸人講的 趕飛機啊 那是趕早不趕晚 您說是吧 大家都知道 因為種種因素啊 安檢也比較嚴格 加上有一些托運行李的一些檢查 然後國際線有些 你還要退稅 還有什麼的 其實說真的 最晚 國際線最晚兩個小時 國內線最晚一個小時 那個幾乎是最基本的 你盡量如果能找的話 你提早到時間其實還是比較充裕 你也比較不會那麼匆忙 因為人一匆忙一急 就容易忘東忘西或是掉東西 就東西會容易不見 這都是旅行社做這十幾年來 帶團客的客人無數的心得和經驗 你的那個護照啊 隨身證件啊 切記千萬不要隨手 就擺那個報道的櫃台 或是你像我現在坐的座位的旁邊 因為你一擺著啊 待會起身的時候啊 你就有很大的機會容易忘記 到時候會很麻煩 好啦行李拖運完畢了 無私一生心了 現在距離登機時間大概還有半個小時 帶你們去國際線的航站那裡晃一圈 走過來這邊有個觀景台的路口 如果你們有喜歡看飛機的話 從這邊上去三樓有個觀景台 現在時間不夠就不上去了 這邊有郵局你可以寄東西 還有銀行也可以換錢 這邊有一間飛機的模型 其實我家飛機的模型也蠻多的 長榮跟那個阿聯酋 輔航的都有 這個如果喜歡的航空迷啊 可以在這邊稍微逛一圈 航空用品都很多啊 哇新加坡航空的A380 哇這裡還牽了兩隻 我再牽了兩隻這個 這個叫什麼 檢疫犬 這邊就是國際線的營兵大廳 如果你從國際線要接國外來的客人 就是在這邊等 這邊也有交通部觀光局的遊客中心 他都有中英日文這些很多語言的服務人員 所以如果你們來有什麼不清楚的資訊 想要了解都可以在這邊 可以利用一下蠻好用的 這邊呢則是一個中華電信的櫃檯 這裡你可以在這邊買一些上網卡 4G的上網卡 這邊都有寫多少錢 你看三日型的 五日型的 七日型的 你就可以在這邊買 然後你就可以用台灣的網路 那這邊有幾間這個名產店 守信房還有新東洋 如果你有些伴手禮 臨時忘記買 你可以在這邊補一下 樓上應該也還有 趕快上去看一下 好啦這邊就是國際線的報道櫃檯 通常這邊都有飛雨田上海紅橋的一些飛機 國際線感覺就是不一樣 這個是台灣銀行 這裡可以換錢 這裡有匯率 三十日元0.23 這邊就是國際線的報道大廳 國際線出境 看上面也是有寫的 雨田紅橋 以後應該會漸漸開放越來越多 這邊有個奔機 這邊往二樓這裡上來 以前這邊是國內線 以前在海紅橋那個新航廈 這邊是國內線專用 但那邊已經全新大改造 現在專門為國際航線使用 國內線就移到剛我們左手邊那邊 一上來 哇國際線就不一樣 這有一些 喝的吃的 大興 品川蘭 這邊也有台灣特色商品館 一些紀念品 還有星巴克 這些當黃書啊 什麼的 做的蠻精緻的 一盒大概270吧 鍋圓液這個品 王德川 這個茶不錯啊 你們有沒有喝過 王德川這牌子茶葉算蠻好的 王德川 我先買杯咖啡還是好 如果你們要從國際線出境啊 像我那時候去東京羽田啊 就是從這邊登機的 啊 又教你們一招的時候啊 如果你太早到機場啊 可以到國際線的二樓這邊啊 還要星巴克啊 找個位置在那邊坐一下休息一下 你看幾個日本哥們準備要去搭機回日本 順便看看這些即將要出國的人 哎 每個心情大不同 你仔細觀察 如果看起來就興高采烈 然後很high的 這一定是要出去玩 那如果看起來腳步略顯沉重 有一點落寞 孤單的身影啊 這就是 可能要回去上班了 哈哈哈哈 其實 你剛來玩 更要回去 因為回去的時候 已經身體很疲憊了 所以 東西大包小包了 然後就會 感覺看起來比較累 那如果你是 剛來玩的時候 哇 他的腳步輕盈啊 其實 你看他臉上的表情 他那個 他走路的速度啊 大概就可以觀察了 誒說真的 各位朋友 最終的目的啊 我還是希望啊 既然我這個 頻道定義為是世界 呵呵 對不對 世界TV嘛 等不然 一直在台灣這裡搞 也不是個辦法 是啊 哈哈哈哈哈哈 如果啊 覺得我拍影片啊 還算輕鬆有趣啊 大家多多觀看 多多多支持 之後我就出國拍給你們看 啊 好啦 休息一下 現在準備前往國內線的登機啊 國內線登機 就是從這邊 準備進去 準備好你的身份證 通過剛安檢門之後啊 檢查完你的水深巡礼啊 就會進入到這個內貨機室 那你可以看一下你的 你的登機門 通常 看登機門 你的登機證上面都會有寫 然後就找到你的登機門 等候登機就可以了 整個搭機的流程啊 大概就是這樣 其實跟國際線 國內線其實大同小異 只是國際線多了一個 證照查驗的部分 那這邊跟各位提醒一下啊 因為有時候航空公司啊 它是因為空橋的關係啊 它有時候會臨時更改那個登機門 所以你在機場的時候啊 你有時候要耳朵注意聽一下廣播 或是稍微留一下資訊 有時候它會更改登機門 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好啦 那現在就在後機室這邊等候登機 根本講個小常識啊 我們知道飛機都是 逆風起飛逆風降落 所以當 譬如說今天是像冬天 大部分吹東北季風的時候 飛機就是由南往北跑到降落 夏天吹南風的時候啊 飛機就是由北至南的跑到降落 謝仙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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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煩你到我後之二 欸 你不要小看這個啊 你有時候台北到澎湖啊 你如果風向對的時候 它等於不用轉彎就可以直接降落 速度快很多 大概可以快個十分鐘 那如果剛好要逆風下降的話 變成它要多繞一圈 這時候你就會大概慢個十分鐘 好啦 待會兒準備登機啦 好 各位 到澎湖了 人好多啊 這邊有一些免稅店 你們如果有來澎湖 可以在這邊買一些免稅商品 香水啊 化妝品 這些也是有的 有抽菸的啊 一條菸便宜 三百塊左右啊 免稅嘛 酒應該 九五折吧 主要是有一些品項 比較特殊的 到他們可以逛逛 好啊 接下來下飛機就是 等那個行李 拖運轉盤 領你剛拖運的行李啊 一下看到這個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這次是跟迪士尼合作的啊 還有漫威 四月二十到六月二十九 美洲一十 哇還有新機翼公盾 接下來就來這邊 等你的行李 不由得不吐槽一下 我覺得 台灣這個 拖運轉盤 那個行李的速度啊 真的是 世界無敵的慢 跟很多國家比起來 有的國家一下飛機 行李已經在哪裡等了 不知道為什麼台灣的速度特別慢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你看 移出來 其實這邊有一間7-11 你可以在這裡 買一些水啊什麼的 這裡有個遊客中心 哇 現在還有迪士尼的 這個公仔 我來澎湖了 太久沒回來 好多事情要處理啊 這些帳單改繳 還是要繳一繳 好啦 我來休整幾天 只好有空啊 我會多拍一些 澎湖在地人才知道的 一些澎湖好玩 好吃的地方 請大家繼續鎖定我頻道 盡請期待啊 我澎湖的天空就是那麼藍啊 這就是所謂的澎湖藍啊 我喜歡我頻道的朋友 又歡迎幫我多多按讚訂閱分享 我們下期更精彩的影片再見 掰掰